康和中医携手Dr. Nice将有新的蜕变 新康和医师团队可以提供更多元、更多样的医疗服务 新康和的护理团队会到Dr. Nice重新培训 期待能做到与总院一致性与标准化的服务水准 由翁医师的门生,毕业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系谢成韵医师 现在在医学中心台北荣民总医院传统医学科 经住院医师严格训练,一步一脚印 升任总医师到主治医师 在五年的期间内,时常到康和中医与老师研究讨论 对于人体解剖及增波医术已有深度的研究 在医院中有众多的增波临床病例经验 获得良好的疗效与病患的肯定 为了承袭老师的志业 毅然决然离开台北荣民总医院 担任康和中医院长的职务 杨宗翰医师就读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 十多年前考取药师 再度攻读高雄医手大学中医学系 取得第二个学士学位 即中医与药学之专长于医生 除了中医一般诊疗 对中医医学美容 青少年的成长 妇女各阶段体质的调理 职业多年颇有心得与经验 青少年领化